手背部原始点 涵盖范围 手背原始点相对应之手掌心至手指 如图中黄绿色区域所示 另有拇指原始点 位于大鱼记外侧 近拇指腕掌关节处 指掌骨根部紧贴骨旁 涵盖范围 拇指第一二指节 如图中黄绿色区域所示 我们现在再来介绍 手背部的原始点 手背部原始点 跟竹背部一样 就是在两指之间 那手只有这四指 所以手背部原始点只有三条 它两指之间结合处 好 这个就是起点 从这个起点 然后沿着骨缝 两骨之间一直往上按 按到骨头尽端处 这个就是原始点 一条 其他第二条 第三条 就跟第一条的找法一模一样 都是从结合处开始 它的工具 一样可以用十指法 好 那我们十指法找出来之后 我们直接在两指的结合处 直接顶进去 然后这一手也是把它固定 抓稳 往上抬 这个往下压 这样形成一个力量 好 这样顶下去之后 开始 沿着骨缝 来回 绝对不要前后 前后就会碰到骨头了 好 这一点也是 这一点也是 好 这一点已经是尽端处了 第二条按法一样 结合处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好 这个也是尽端处了 第三条也是一样 好 同样 它也可以用拇指按推法 拇指 拿好之后 以侧面 拇指的侧面 然后直接顶到两指的结合处 顶进去 然后一样 上下按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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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外两条操作方法相同 手背部原始点 还有一个是拇指的原始点 它刚好就在拇指侧面 沿着骨头到尽端也就长根 这里有一个横纹 然后上来一点点 就是骨肉交接处 就是这一个点 好 这个点找到了之后 来 翻过来 翻过来 好 我们用工具是用十字法 直接顶进去 然后沿着骨旁来回 骨旁 下一个点也稍微帮它按推一下 这是拇指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舒缓可以用拇指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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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